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一回我们研究到邪见 邪见带给我们众生多大的危害 学佛修行的障碍有多大 我们这个众生是肉眼反胎 根本没有办法了知因果业报的运作的种种的原理法则 所以往往为了一时的无明现象 看他眼前有利可得 眼前就是冲动不顾一切 以邪见去造作这身与异的恶业 将来这个业果成熟 就会自食恶果了 所以我们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要有照过这种贪心 害心 还有邪见 害心包括了称慧心 称心 嫉妒心 我们现在在听闻佛法 如果光听当演讲一样 得到的功德利益就很小了 如果听到当作口诀 当作非常珍贵的智慧真言 听到马上就落实在自己日常生活 听到现在就讲到了 这个害心它包括了称慧心 常常心里就是会发怒 称慧或者是称激心 会嫉妒别人等等的这些 你立刻去改掉 你可以听到听经文法最大的功德 如果听一听就过去 听一听就过去 就很消服 你怎么知道你最完整听到这一次的教言 可能这今生是你最后一次 也不一定 很难说 是不是 所以你每次听到都很珍惜的 立刻就进入自己的心里 融入自己的相续 去做人 做事 去调整自己的生命状态 自己一定能得到相当大的利益 那这个邪见就是愚痴啊 像这一种 我们就是归法 就要归佛所教导的正知正见 如果有三归一的人 归佛 归法 归生 常常你就要检视自己 是否真的在归一的状态下 归一它不是一个法会啊 归一不是一个报名 正是进入佛门 成为佛弟子的仪式而已 它是这样 但是不仅止这样而已 归一是怎么样 归一是一生的羞耻 一生都要羞耻 如果是大圣的归一 进未来季的归一 但是归一就是你生生世世 直至成佛的羞耻 所以说报名之后 归一把它当做初级班 开口闭口说 我归一快三十年了 这除了说你年纪比较大以外 其实也没办法 衬托出你有什么功德 是不是 你如果归一要三十年 真归一的人不用 就是三年了 真归一的人三年 他可能就有功果了 他可能就修得相当相当的出色 他可能就是人中超群 你归一快三十年了 看不到什么功果 还敢大眼不惨 是不是 就还不好意思 归一三十年了 他没有修成 也没有办法做后学的榜样 这实在 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该检讨 像这种贪心 害心 邪见 这种意念上的不善 我们求生净土的人 要一一常在上师阿弥陀佛 我观世音菩萨 大师之菩萨前 发露忏悔 为什么要你家 可以去表框 挂一个西方极乐世界的堂卡 乃至印刷的都很好 我们到场都有免费跟大家结缘 欢迎来到场 请回家供奉 就是要你跟西方极乐世界 诸圣众因生缘生 然后你忏悔的时候 有一个对境 我们到场的这个堂卡 乃至是印刷的 都不知道多少场的法会加持 非常的吉祥 再来呢 我们的 遗轨第十四页第五行 继续今天的进度 杀师父母阿罗汉 恶心损害 佛圣驱 发露忏悔 五无见 这个听起来 就是很严重的罪业 五无见罪 极重的罪业 这种罪业 简单来说 就像仪轨上面所讲的 就是杀自己的父亲 杀自己的母亲 你看父母生你 养你 教育你 那一致你跟他缘不好 你看有些小孩 男生跟父亲 有的时候特别没话讲 女生跟母亲特别没话讲 那有的时候 父亲跟女儿没话讲 母亲跟儿子没话讲 都有的 对不对 那一致缘分不好 但是你都不该 有这种 忤逆不孝的行为 立即订阅观音山 龙德上师YouTube 开启小铃铛 就能收到最新龙德上师 显密佛法开示 与直播课程通知